好 現在我們來到主旋發射基地 也就是神舟17號即將要發射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裡沒有鎮的人員 我們是不能進來的 走上的這個鎮件能夠有才能夠進入 然後現在神舟17號的發射價已經在我眼前了 到午11點14分 瞭準這個時間它就即將就要發射了 看到遠方這個白色屋子是總裝車間 也就是組合神舟17號的位置 裝完成了 那透過這個前方 我們比較看不到 就是它有個軌道運行 然後把神舟17號再往這個發射台架設完畢 當要發射的時候 它這個整個發射架就會打開 然後神舟17號它就會順利的這個 往外太空來前行 下面進行天空載原流 神舟17號任務 小化金加入 課號抓緊時間進行裝備 準備好後即時報告 各號是否明白 明白 1號 1號明白 號 在剛才拍攝的時候呢 我們也有聽到就是在這個 遠方他們的這個發射基地的相關人員 也在不斷的適應 然後來測試 發射的時候呢 他們會用廣播的方式 然後來發動指令 我們這一次界外媒體團有21人 大約有11家的媒體 進來拍攝真的非常不容易 目前我們現在拍攝時間限定只有15分鐘的時間來拍攝神舟17號 採訪的媒體是真的不多 所以能夠進來這個發射場已經是實屬難得 然後包含所有的中外媒體 我們在這個結束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還趕緊加把時間趕緊拍攝 因為你都不曉得下一次還有什麼機會可以來到這個發射的這個基地現場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這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採訪經驗